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Prim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亚洲运动会体育的盛事 亚洲运动会 通常简称亚运会 是一个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多项体育赛事 参赛国家和地区来自亚洲及其周边地区 亚运会的主办城市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有和选择 并通常吸引了来自亚洲各地的数千名运动员参加 掘诸各种体育项目的奖牌 以下是有关亚洲运动会的一些重要信息和历史背景 亚洲运动会诞生于1951年 旨在促进亚洲国家间的体育交流和友谊 这个体育盛事汇聚了亚洲及其周边地区的精英运动员 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悠久历史 亚洲运动会吸引了亚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参赛国家和地区 这些地区包括东亚 南亚 东南亚 西亚和中亚等 每届亚运会的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有所变化 但通常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亚洲运动会涵盖了多个体育项目 包括奥运会有的项目 田径 足球 篮球 游泳 跳水 体操 柔道 羽毛球 拳击 乒乓球 棒球 雷球 射击 射箭 跆拳道 排球 排球许多其他体育项目 也包含许多地区特色运动 武术 象棋 藤球 卡巴迪 每届亚运会的主办城市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选择 一些亚洲的主要城市曾经举办过亚洲运动会 例如北京 东京 首尔 香港 曼谷和新德里等 亚洲运动会在亚洲地区具有重要的体育和文化影响力 它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亚洲各国之间进行体育交流和竞争 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的友谊和理解 亚洲运动会的开幕和闭幕仪式 通常具有壮观的表演和文化元素 展示主办国家或地区的特色和历史 亚洲运动会持续发展 每一届都在体育项目 参赛运动员数量和赛事组织方面取得进展 它也为年轻运动员提供了一个机会 展现他们的才华 为大家介绍2000年后的亚运概况及台湾的概况 2002年为第14届亚洲运动会 举办地点 富山 汉国 奖牌最多的国家 中国 中华台北总奖牌排名第8名 2006年为第15届亚洲运动会 举办地点 独汉 塔塔尔 奖牌最多的国家 中国 中华台北总奖牌排名第10名 2010年为第16届亚洲运动会 举办地点 广州 中国 奖牌最多的国家 中国 中华台北总奖牌排名第7名 2014年为第17届亚洲运动会 举办地点 仁川 南海 奖牌最多的国家 中国 中华台北总奖牌排名第9名 2018年为第18届亚洲运动会 举办地点 雅加达巨港 印尼 奖牌最多的国家 中国 中华台北总奖牌排名第7名 原本应在2022年举办的亚运 因为疫情延后至2023年在杭州 中国举办 为第19届亚洲运动会 台湾代表队在亚洲运动会中的表现 每年都有所变动 但一直是亚洲体育界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取得了许多令人骄傲的成绩 相信在2023年也会取得优秀的成绩 希望台湾选手在亚洲运动会上的 努力和奋斗将为您留下深刻印象 总之 亚洲运动会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体育赛事 这亚洲极其周边地区的体育运动和文化 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它不仅是一个竞技场 也是亚洲各国之间友谊和合作的象征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